列王幾下第七章 以麗莎說 你們要聽耶和華的話 耶和華如此說 明日約到這時候 在撒馬利亞城門口 一世亞世面要賣銀一寫客辣 二世亞大脈也要賣銀一寫客辣 有一個參乎王的軍長對神人說 即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戶 也不能有這事 以麗莎說 你必親眼看見 卻不得吃 在城門哪裏有四個長大麻風的人 他們彼此說 我們為何坐在這裏等死呢 我們若說 進城去罷 城裏有饑荒 必死在哪裏 若在這裏坐著不動 也必是死 來吧 我們去投降亞蘭人的軍隊 他們若留我們的活命 就活著 若殺我們 就死了吧 黃昏的時候 他們起來往亞蘭人的營盤去 到了營邊 不見一人在哪裏 因為主使亞蘭人的軍隊 聽見居馬的聲音 是大軍的聲音 他們就彼此說 這必是以色列王 繪買黑人的珠王 和埃及人的珠王 來攻擊我們 所以在黃昏的時候 他們起來逃跑 撇下張棚、馬、奴、營盤照舊 只顧途命 那些長大麻風的到了營邊 進了張棚、吃了喝了 且從其中拿出金、銀和衣服來 去收藏了 回來又進了一座帳棚 從其中拿出財物來 去收藏了 那時他們彼此說 我們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們景不造星 若等到天涼 最必臨到我們 來吧 我們與皇家報信去 他們就去叫守城們的 告訴他們說 我們到了亞蘭人的營 不見一人在哪裏 也無人聲 只有山著的馬和奴 張棚都照舊 守城們的 叫了眾守門的人來 他們就進去與皇家報信 皇夜間起來 對神博說 我告訴你們 亞蘭人向我們如何行 他們知道我們飢餓 所以離營 埋伏在田野說 以色列人出城的時候 我們就活足他們 得以進城 有一個神博對皇說 我們不如用城裡聖下之馬中的五匹馬 馬和城裡聖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樣快要滅絕 打法人去規探 於是取了兩兩車和馬 皇差人去追尋亞蘭軍說 你們去規探規探 他們就追尋到約旦河 看見滿道上都是亞蘭人急跑時 雕氣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來報告王 眾人就出去 老略亞蘭人的刑盤 於是 一世亞世面賣銀一寫客辣 二世亞大脈也賣銀一寫客辣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 皇派參符他的那軍長 在城門口彈押 眾人在那裡將他錢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在皇下來見他的時候所說的 神人曾對皇說 明日約到這時候 在薩瑪利亞城門口 二世亞大脈要賣銀一寫客辣 一世亞世面也要賣銀一寫客辣 那軍長對神人說 適便耶和華使天開了窗戶 也不能有這事 神人說 你必親眼看見 卻不得吃 這話果然應驗在他身上 因為眾人在城門口將他錢踏 他便死了 是 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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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